各位好,打开天窗说古琴,我是安宝岩 上次咱们聊了古琴的两个重要的处理手法 银和铢 原来善用银铢可以表现出各种类型的颤动和抖动 这么一来就能够营造出世间形形色色的动态 您看这个银铢对古琴这么重要 但是现在的古琴谱有的根本就没有标注银铢 有的标注的非常简单 那么就算是有一个谱子,它标注的非常详细 这儿是集银,这儿是细银,这儿是落脂银 什么大脑,小脑,大脑,全都写下来 可是我们还是不明白它的原理 那为什么这儿加了银,脑那儿没加呢 那为什么这儿用的是大脑而不用集银呢 这个是如何构思的,如何安置在里面的 关于银铢如何安置这个问题 我翻看了一些古书 也请教过几位对古琴的文献非常了解的朋友 可是我们都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古书里关于银铢呢 只有比较具体的手法的说明 各家大都是在说要恰好,要圆满 或者是执法有虚有识,动荡有情 基本上都是这种口吻 恕我直言呢,这么表达 并不能告诉我们银铢的原理是什么 咱们不是一直在说动态吗 顺着动态这个思路,就很容易明白银铢的原理 您看啊,夏天 当你缓慢的煽动一把大扇子 它会产生低沉柔和的呜呜呜的声音 如果你打羽毛球呢,扣杀 这个球牌挥过去 后面跟的是犀利的风声 嗖的一声 这个大扇子和羽毛球拍,它们的形态不同 运动是一个慢一个快 就产生了不同的颤抖 那么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银脑如何安置呢 要跟你营造的动态相匹配 没有哪个银是好的 没有哪个脑说是不好的 关键在于匹配 古琴呢,有好几十种银脑 咱也不用说全都学会啊 学到十来种就可以变化组合了 您看,扇扇子,打羽毛球 竹竿落地,柳絮飞扬 不同的动态会产生不同的颤抖 所以你描绘一个动态 再给它配上相应的银和脑 您就能塑造出很多种的动态 当我们有了这种思路 那么弹古琴就跟画画是一样的 只不过画家用笔墨 我们呢,是用琴弦 都是描绘出千姿百态 这么一来 弹古琴就会非常的有意思 那有的琴人说 既然银脑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那我就用银脑 它呢,就例行公式 它给好多的音都微微的加一点小银 您去留心啊 这么做的人很多 我们一听他的小银 听起来就像是什么呢 像是那个射箭射到靶子上 箭的尾巴颤动 可是我听他谈了半天 怎么一直都是嗡嗡嗡啊 到处都是小银 感觉一直是在射箭 您这是唱哪出呢 难道您唱的是诸葛亮草船借鉴吗 一点变化都没有 嗡嗡嗡听的人都困了 我很想跟他说 诸葛先生已经收到十万之箭了 咱们收兵吧 而且为什么前面不同的动态 后面都配上了同样的颤动呢 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匹配 就好像说对面来了三百人 男女老少穿衣服 风格都不一样 可是你看他们脚下 穿的都是同品牌 同款 同尺码 白色的运动鞋 非常怪异 OK 不能总说人家不好啊 我简单的举两个例子 说说怎么才是匹配的引脑 可能对您会有一点借鉴 第一个呢 我把它叫做顶点不引脑 什么意思呢 就是您听这个古琴的旋律啊 经常会有这种升起 然后降落 就好像是投出一根长枪 他划了一个大抛物线 扎到了猎物 又像是海鸥抓鱼 它飞了很高 然后俯冲下来 钻进水里 这种升起 然后降落 您看这种运动呢 有一个共同点 它在高处 没有碰撞 到了落点 才有碰撞 您看这个海鸥 飞到空中 它跟什么碰啊 没得碰 它落下来 碰到水面 才呱的一声 水花似箭 因此表现 升起 然后降落 在顶点啊 在最高的那个音 不引脑 降落下来 最后一个音 着重引脑 往往是这样的 并不绝对 我再说第二个例子 有的段落 是表现行进的 怎么叫行进呢 下班高峰 你去挤地铁 进了地铁口 好多人 你不断的跟周围的人 拥挤啊 擦碰 就像杜甫说的 车铃铃 马萧萧 行人 弓箭 各在腰 你看这个车队的行进 一定会擦碰 发出很多的声音 所以表现行进的时候 往往句子中间夹杂引脑 而且要有比较多的引脑 才会听着合理 所以我们谈古琴用引脑呢 关键是引脑跟动态要匹配 当年谈古琴 常常在思考 在感受 匹配 协调 呼应 那才是真正的古琴艺术 好了 接下来呢 我想说点闲话 我要对前面的一篇 做一点说明 因为看了那个题目 会有人不高兴 因为你聊古琴嘛 用一个意大利人做例子 不伦不类 而且你提什么潘金莲 西门庆 你这是 是不是亵渎古琴呢 其实呢 我也想过 换其他例子 反正我们说 引脑无处不在 生活中例子是很多的 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 这个银和脑 都用刘备做例子 三国演义的刘备 刘备摔孩子 就是银 话说 在长板坡前 一场熬战 那赵云 单枪笔马 闯入曹营 杀了个 七进七出 救出了 阿斗 交还给刘备 刘备 接过孩子 顺手 往草地上 一直扔 说 为这个小子 几乎舍了我 一员大将 这个赵云 多么感动 咱们不提 只说这个 阿斗 他是个小胖子 被扔在柔软的草地上 一身的肥肉 在颤动 活像是个 二十斤的大果冻 似的 这个就是古今的银 还有一段 是煮酒论英雄 曹操请刘备喝酒 问说 你看天下 谁称的像是英雄呢 刘备假惺惺的说 我觉得吧 袁树是英雄 袁绍也是英雄 什么刘表 孙策 他们这些人 都很优秀 曹操一个一个的说 他论不是 然后哈哈大笑 直指刘备 又直指自己说 天下英雄 只有你和我而已 刘备本来是天天种菜 故意装出一副 匈无大志的样子 给曹操看 谁知道 还是被识破了 一听曹操这话 吓得筷子都没拿稳 掉在地上 正好就说打了个雷 刘备赶紧说 这个雷声好吓人 掩盖过去 刘备的筷子 掉在地上是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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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古琴的脑 您看 其实用刘备做例子 也挺合适的 但是我坚持用 伽利略和潘金莲 因为我想起了 庄子说的倒在使逆 别人问庄子说 请问您 什么是盗呢 庄子说 这个盗无处不在 那人说请您举个例子 庄子说 盗在蝼蚁 盗在野草 盗在使逆 就是说盗在大小便 并不是说盗只在大小便 他是强调 这个盗是世界上 非常普遍的原理 哪都有 那咱们说的银挠呢 是世间动态的普遍规律 如果咱们一提这个规律 必须是古雅的园林 必须是穿着汉服 必须彬彬有礼 高尚正直 那还叫什么普遍规律呢 所以咱们向庄子学习 用洋人和坏女人来做例子 以此来说明 善用银挠可以营造出世间千万种的情境 谢谢各位 欢迎您转发 也欢迎您来深圳的勤府交流做客 您可以加我的微信 13570870157